芊汐 这是我订的房间 你干什么呀 芊汐 你别走 让我看清楚你的脸 是周雨翔的话就没头 芊汐 你不要本来 放开 芊汐 姑娘 你怎么了 救我 救救我 阿良 看一下证件 他叫什么名字 救救我的孩子 你怎么了 你怀孕了 阿良 扶他上车 好 快跟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购总 我们得走了 这样吧 你打个电话跟他们说 我晚半个小时过去 然后你把这个姑娘的住院手续给办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好 行 好 行 好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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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情况怎么样 他身上的摔伤 我们可以尽力地治疗 但撞到了骨盆 导致子宫失血过多 肚子里的胎儿恐怕 保不住了 所以我们马上必须 给他做银蝉手术 要不然的话 恐怕连他的生命 都会有危险的 不要 我不要做银蝉手术 我不要 别激动 别激动 天心要做银蝉 那就是说 他的孩子保不住了 医生 问你说 他也是做了银蝉手术以后 将来还能怀孕吗 实不相瞒 以他的年龄 想要再怀孕的话 会比较困难 不过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不要 我要我的孩子 我要我的孩子 没事的 没事的 这样吧 您进去好好安慰安慰他 我们先到手术室做一下准备 谢谢你 医生 再见 怎么这帮人又来了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你还有脸跑到这里来 你 哥 你干嘛啊 你冷静点 不要这么冲动 你居然敢拦我 你 梁菲 流血了 哥 你干嘛打人哪 打人 我打人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他们俩做了什么事情 够了 一枪 你到底想干什么 爸 孩子 冷静 冷静下来 用话慢慢说 放头 放头 天心 对不起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你把天心害成这样 害得他流产 他孩子没了 你以为说说对不起就完了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哪有什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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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好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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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他把你害的 抱孙子的希望都没了 我知道 我 我 我在家里都骂过他了 你只知道骂他 他害死了一条无辜的小生命 那是个宝贵的生命 你们根本就是计划好的 你把天心骗出去 是存心想伤害他 猫枯耗子假慈悲 你吸引得太好了 这不是天心的前男友圆平吗 你也在这儿啊 这天心真不是一般的女孩啊 星星 你别激动啊 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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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气不正好中了他们的奸计吗 爸 妈 我拜托你们马上把方桐给带走好不好 我跟天心根本就不想再看到他 易翔 我求你别跟我走 你 你看 真好用力 我求求你别跟我走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和天心开个玩笑 要说开玩笑 那我就奇怪了 我已经问过易翔了 她说从来没有跟你去酒店开过房 今天跟你鸳鸯细水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啊 难道是你了 你好像是他的老乡好不是吗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老乡好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根本是天心在污蔑方桐的诡计 那你告诉我今天下午你人在哪 答不出来吧 因为今天下午你跟方桐正在酒店里面洗鸳鸯玉 我没有 今天下午我在厂商那边回修电脑 这件事情我跟易安说过 易安可以帮我作证 易安 真的是想吗 没错 梁飞是跟我说过 她要去厂商那儿 总有一天 我会揪出你的狐狸尾巴 你 你 天心 我也知道你现在说什么 我都无话可说 毕竟是我先做错的 你居然还敢在我面前言戏 你怎么可以卑鄙无耻到这种地步啊 欣欣 你别生气啊 姐替你教训这个狐狸精 对 教训她 教训她 我不能打女人你可以打女人 我不能打女人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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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每次都拦着我 你干嘛 她肚子里有孩子了 孩子 什么孩子 她又没结婚哪来的孩子 你该不会告诉我说 这孩子是周易祥的吧 对 这个孩子 就是乙祥的 她又有孩子了 你说什么 什么 乙祥 我有了你的孩子了 天心 别听了我说 我跟她根本不可能有孩子的 为什么不可能 乙祥你忘了吗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夜 还不止一次 你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怎么就不可能呢 我手机里有照片 天心看过 干爹干妈 已然他们都看过 你确实是孩子的爸爸 你 周易祥 你告诉我 你真的给她拍了婚纱照 快卖房子给她 哪张照片 在手机里 我确实是看到过她 确实是风铜根 周易祥在床上拍她 你 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对 我承认是有婚纱照和方缠证这些事情 但绝对不是像她说的那个样子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完全是要保全我们婚姻 你知道在我踏进饭店房间 以为是你和方彤在一起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吗 你又知道 当时我是怎么拼命在心里告诉自己说 周易祥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 才能忍住心里的害怕跟慌乱 坚强地跟方彤面对面的谈判吗 在我坠楼的那一刻 我心里想的 念的 都是你跟我们的孩子 孩子没了 孩子没了 我只想跟你说对不起 我只想躲到你的怀里哭 可是现在 现在我才知道我做这些根本就不值得 因为你一直在骗我 你跟他派婚杀仗 还买房子给他 甚至跟他上床 为什么你要这样欺骗我 你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天心 你不要这么急 走就是不要急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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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 亏得原平之前还在帮你说话 说你不可能背叛我 不可能对不起我 可现在呢 你还有什么话和说 我到底还能相信什么 别哭了啊 平话 不能动得太气 天心 你想对不起你 周家对不起你 我们亏欠你 亏欠得太多太多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方桐现在怀着以翔的孩子 你恨我也好 怨我也罢 恐怕 以翔跟你的缘分已经尽了 为了大家好 我也只能尽快地 安排以翔跟方桐结婚 爸 别罢不罢的 由不得你了 我 我知道 失去孩子的痛苦 用什么东西都无法异补 这是一个云 足够你过一辈子的费用 也请你收着 你想用钱买我的孩子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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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天心 你走开 你干什么你 走开 走开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 你们听到没有 天心不想见你们 走开 走开 天心 走啊 走啊 快走 走 拿上你的臭琴 快走 走啊 你想 你想 别哭了啊 别哭了 他们走啊 他们有什么好事 别哭了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乖 他们走 别哭了 别哭了 别哭了